网络组干道跑时机速率 所有的2.5G口无瓶颈的跑满2.5G速率 核心设备之间的交换速率是万兆 这就是家庭2.5G最好的组网方案 入户光纤接光猫或者猫棒 然后接入交换机 交换机和光猫放在入电箱里 利用已有的网线或者重新拉线 把主路由和AP放在家里合适的位置 这些设备仅作为演示 主路由你可以换成其他的 AP节点路由也可以换成其他的 C点或者面板 交换机也可以根据需要更换 比如带PoE供电的 但是这一套架构是不变的 主路由做数据中枢 对所有流量进行管控 交换机和AP仅仅起连接作用 把它们想象成一堆网线即可 这一套方案看似复杂 其实难点只是布线 如果你的主路由支持万兆SFP加口 和万兆网口 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方案 第一如果主路由与交换机很近 方便布线 那么就可以利用SFP加口 走AOC光纳或者DAC铜纳 也可以接普通光线 使用万兆光模块 第二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 就只能利用装修预埋的网线了 交换机那边加一个万兆网口模块 利用预埋的网线连接交换机与路由器 网线只要达到操物类标准就没有问题了 当然如果你不介意2.5G瓶颈 网线直连两边的2.5G网口也没有问题 接线问题解决之后 接下来开始设置 设置的思路是 利用这一条线进行单线复用 主路由的万口数据带上VLAN传输 LAN口数据不带VLAN 其他外围设备 比如负责发售WiFi的AP 接交换机或者主路由的网口 再设置KV曼游即可 按照这个思路 只需要在光猫里面和路由器里面分别加上VLAN 交换机不需要做任何设置 因为我选择的小米万兆路由器的官方系统不支持VLAN 所以还需要提前刷机 刷OpenWRT系统的方法 看我之前的视频 下面我直接演示设置过程 目前是刷的QWRT系统 我们看一下路由器是怎么设置的 目前网口状态是这样 因为我只用了一个口 就跑10G 路由器的SFP实际口 接交换机 速率是10G 是这样的 这个模块用自动的速率是识别不了的 在网络里面 然后这个ECM硬件加速设置 这里面有设置SFP接口的速度 这个SFP1就是对应的SFP接口 我设置自动啊 这个模块不识别 所以手动使 我用手动10G了 它的接口是怎么设置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网络接口里面 点进去之后 这个是LAN口 LAN口是怎么设置的呢 LAN口是把所有的接口都绑上去 如果你有其他的安排的话 比如说IPTV那里就自己 自己设置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全部都绑上去 从ETH0一直到ETH5 ETH5就是SFP接口 然后ETH4就是那个10G的网口 前面四个就是2.5G网口 全部绑定到LAN口 然后你会说WAN口怎么办呢 那WAN口走VLAN WAN口在这里 点击修改 然后我们点一下物理设置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5口 ETH5作为WAN口 我想把它加一个VLAN 加VLAN为2 那就是在这下面输入ETH5.2 然后点击保存应用 保存应用之后 它就会多一个 多一个这个ETH5.2 然后应该是自动选动的 然后自动选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你WAN口就变成了VLAN2 你的光猫 因为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个傻瓜交换机 你就把它当作一团线就行了 路由器到光猫之间 对吧 路由器既然打了VLAN 那你这个光猫 肯定也是打VLAN 或者是猫棒 我用的是猫棒 也是要打VLAN的 我进入猫棒的核台看一下 在这里VLAN转换绑定 就是你上面一个PVID上网的VLAN是多少 比如说我的是86 你想把它转换成内网的VLAN是2 那你就输入2比86 英文字符2比86 如果你用的是光猫 设置也很简单 首先进入光猫后台 点击网络 然后再点击VLAN绑定 选择网口1 然后在用户侧VLAN这里输入2 下面这个如果不对的话 就手动改一下 改成自己的上网的那条链接 然后点击保存 然后你在对应的设置 这个路由器里面的 VLAN口的VLAN 这样的话就可以拨号成功了 这样就拨号成功了 然后这个是接口的设置 接口设置完了之后 就设置WiFi 小米万兆是三频路由器 所以有三个WiFi需要设置 其实都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往后拖 然后这里有个修改 我们只需要点这个修改 就可以修改我们选中的这个WiFi 它总共三个嘛 第一个是2.4G 因为我路由器太多了 2.4G我就关掉了 你们一个路由器的话 2.4G设置一下 2.4G是给智能设备用的 然后这5G Wi-Fi有两个 两个这个是低信道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100多的 是高信道的5G 就是5.8G 就是5.8G高信道的 然后下面这个呢 它只支持80兆核资频关 跑不满千兆 我就把它关了 像我如果路由器比较多的话 我只用一个WiFi 那就把这个5G打开 打开 然后正常设置一下 信道 信道不要与附近的 很强的信号源干扰就行了 然后下面这些 基本尽量默认嘛 我都没怎么改 只加一个密码就可以了 在这个无线安全里面 加一个密码 然后保存应用 然后我看一下 我现在手机的连接状态 我手机就是连在这个路由器的WiFi 看一下无线 然后在下面 下面可以看到你手机的协商速度 我这里显示接收速度是2882 发射速度是2161 这个是根据你手机不同 它这个会变的 有些手机是偏向于节能 它就会把速度压的比较低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设置里面 眼睛速度是2882 有些人担心第三方系统不支持WiFi7 这个你就多虑了 大雕塑的系统 首先这个WiFi7路由器啊 最重要的是WiFi7 它肯定是能做进去的 但是目前来看啊 是有个缺陷的 就是它的5G和2.4G 或者是双5G 是没办法开启MLO的 MLO现在是没有 但是正常你使用的话 其实也是分开用比较多 很少会连在一起 分开用 你只要连这个5G WiFi 就足够了 速度够了 MLO等以后新版本更新吧 基本的家庭组网就没问题了 如果你弄这套方案来组网 对吧 然后AP的话 你就随便选一个WiFi7的 WiFi7的 只要带一个2.5G口就可以了 因为你只当AP码 只当那个节点覆盖 主路由是小米万种 然后 然后只要这一套方案 你把它弄起来之后啊 我觉得你一般不去折腾它 肯定是非常稳的 这个小米万种就不建议跑Docker 如果跑Docker的话 你家里面再加一个虚拟机服务器 或者是转门的一个电脑来跑 然后我们测个速吧 先用全球网测 因为我是千兆宽带 所以实际测速跑了1200多 上行速度非常慢的原因 是因为之前跑PCDN被限速了 花瓣测速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1200多 我这边的宽带就是这样 有些地区的运营商限速比较宽松 宽带的余量比较大 测速跑14001500都有可能 测速的过程中 我发现交换机的SFP口灯光一直在散 说明有流量经过 但是路由器这边没有任何反应 小米的灯光要怎么设置呢 进入后台 点击系统LED设置 将WAN口的设置改成ETH5.2 然后保存应用 小米的指示灯也正常闪烁了 关于发射WiFi的AP 现在的路由器默认都开启了KV漫游 只需要设置相同的WiFi名称和密码 关闭DHCP功能就可以了 关于家庭2.5G组网方案就收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